香港國際七人籃球賽 載到延期至到明年11月 體育專員楊德強說 不擔心香港會失去舉辦資格 有強調所有運動賽事 都不應該滲入政治訊息 有陳婉桐報道 香港七人籃球賽因應疫情載到延期 已經連續三年無法舉辦 體育專員楊德強解釋 因為籃球比賽期間 運動員有大量的身體接觸 防疫上很有困難 明年11月是否真的搞得成 都要遲些再評估 籃球總會說擔心 這個賽事會否日後在香港會消失 其實這個我明白他們的擔心 有很多專家說過 這個疫情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但是沒有一些專家說 這個疫情是會永遠持續下去的 我們回復正常的時間 我是很有信心 這個七人籃球賽事會回來香港 大型國際賽事舉辦不到 維港泳童單車節 分別可以在下個月和明年一月復辦 兩項賽事的主辦單位都強調 禁止選手展示政治標語 那如何界定甚麼是政治標語 馬拉松不能穿的香港加油 是否都不能再在其他賽事中出現呢 加油這些字眼我們在球場上經常都會聽到 所以這個不在於加油這個字眼 可以還是不可以 而是大家想起 在馬拉松比賽前 有些人想利用一些語句或訊息 去鼓動別人參與一些一起做的行動 變成有它特定的一個情景 所以就不只是看那些字眼本身 他強調不能夠將政治信息帶入比賽 是國際奧委會的原則 也都適用於其他大型的賽事 香港的賽會只是重申這個做法 有線電視機就在陳仰彤